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看 順便聊到順便打環節啦 那今天要繼續來面對十三棟的住民喔 那這款卡比較麻煩的就是我覺得 這個異星生物真的是卡太多在前面 然後還有這個就是鱷魚的部分 那這一次我們用這套隊伍來試試看喔 因為我們有一些可以清這個不止生物的 然後再加上就是我們這邊 可以把這個美女神換成就是那個 我們打異星的美女神 然後這樣來企劃買幾雷 我覺得應該會比較好 先用這個異星大攻擊先把那些生物給弄死 應該會可能OK一點點吧 有可能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打天使敵人的喔 我們看一下能不能是 加重火力在這個異星戰士身上啦好不好 來 那我們看一下 加重火力的這個結果有沒有機會 反正目前來說感覺起來的話 我們這邊 如果前面沒有先打出一些好公式的話 後面是真的會直接被一螺框的帶走 那就比較麻煩一點點 所以這邊看一下火精靈是不是也可以弄一下好了喔 好 那就是 Let's go go 十三棟的住民 來 看一下喔 這個是 中的這個工作 然後前面是什麼 研究力中 OK 然後我們這邊 美女神 先射個幾發來看看啦 如果能夠先把這個海豹射死的話 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反正就是那個小光 不要讓他太過囂張就可以了 但是你看這邊 最麻煩的大概就是這個小光 他會直接 噴爛這個美女神 對阿這個 稍微比較尷尬 要不然就是可能要放一些就是 不會被就是暫停的角色過來扛一下 但是 這一次明顯的我覺得就是 有把那個異星三四開始在消了 有在消的話那就會不錯 有沒有看到 美女神開始在射了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帶到美女神是一個 不錯好的這個消息 就是 就是小光這邊的話還在瘋狂的慢慢打塔 但是我們這邊 這個 飛腳貓不斷的在往前 然後 自由貓神基本上也是可以打那個 異星生物的 所以還算是OK 好 那這場的話基本上算是hold住了喔 果然 雖然美女神這邊也會被暫停住 但是 他有射個幾發 把我們這邊的這個海豹給弄死 那 我們就不用擔心了 不愧是我們的美女神 今天 又是靠他的弓箭 守護了我們這個 哲平鎮的一天 十三棟的住民 給我下去 沒問題 nice nice 再來是這個 升天書壓馬殺機 OMG 天使敵人各位 來了 天使敵人要怎麽樣 天使敵人 我們當然就是用我們的 變廳大哥了好不好 來 再給他開咒一下喔 來來來 我們讓你們看看 這個變廳大哥不是叫假的 然後裡面天使馬 還有一大堆黑色的敵人東西 我們再看一下還有誰的天使敵人可以用 天使天使 天上的 天上的這個天使 你是不是以為我要講天上的狗屎 其實蠻想講的 這邊走起 然後 其實我也是蠻想要用那個 母湯使徒的 但其實我感覺起來 母湯使徒整個給我的感覺好像 沒到就是那麽的母湯 我就覺得好像 偏還好 啊 狐雞娘好了 很久沒用狐雞娘了 好就是這樣走起 而且我們這邊 拉面王啊 還有我們就是那個 龍弓獸啊 都是針對天使敵人的坦克喔 應該是 沒問題的 而且還有針對這個黑色敵人的坦克 我們的那個 龍弓獸 飛腳貓 撞一下喔 哇所以這關先來的是 黑色敵人是吧 來了變氣 變氣我大哥 垂爛你們 反正只要不要有那種會 鑽地板過來搞事的那種 我們應該都還算可以解決 啊 完了變氣被打到了 那我覺得優先要解決的應該就是 這個黑色帝王 變氣被打兩下噴沒了 完了 這好像不是個好消息喔 然後天使珠珠來了 這看起來感覺應該 要再放個幾隻 控制住他們的這個角色會比較好一點點 變氣感覺太早出了 我應該要等這個 山豬出來之後有沒有 然後讓變氣不會被我們就是那個 帝王打到的時候再出變氣 當然太久了 有點擺給了 擺給我們變氣大哥了 因為你看現在基本上 帝王是很難打到我們的 五娘 GOGO LET'S GO 連三噴 可以喔 應該再一下KB吧 然後這邊就是有一個 緩速的效果 把我們這邊的天使天緩緩在這邊 再一次KB應該就可以讓那個山豬掛掉了 I believe 我相信 我相信 沒有 他還要再一次KB 喔 斬盾完了 這個斬盾害死我自己了 我把那個他們打到後面去 然後讓那個 帝王更容易轟到我們了 死定 蠶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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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機會 我跟你講這隻天使山豬如果掛了對不對 應該勝率就還滿高的 完全靠我們的這個 飛腳貓攻擊 哇 他是很硬耶 我的天他是很硬耶 硬克拉邦邦 啊 完蛋 這邊錢都一直被我們花光了 有沒有辦法再讓我存一隻便青出來 哎呦 這隻死了 那隻死的話就知道OK了 先出個龍弓獸 便青 開槌 礦囊 感覺沒什麼 沒什麼太大威力的感覺 完了 我又來了 呃 我的便青 要被黑色帝王趴爛了喔 白痴 便青要被黑色帝王趴爛了 兩下 帝王兩下直接把我打趴 但整個感覺起來的話 我們現在應該慢慢好的話應該 還是可以把這個給打掉 就靠那個龍弓獸 跟那個 優凡斯慢慢的輸出 然後把那個陣線再拉回來一點點 喔 有沒有 天使馬掛掉 那就只剩下你的黑色帝王 你完了 但是魷魚我是不放在眼裡的喔 魷魚 沒放在眼裡他就死了耶 我剛剛講完他就掛了 太High了喔 好 打飛一下 不要靠那麼近 離我太近 會有點恐怖 好 走起 噴噴噴 然後飛腳貓 再一個飛腳貓 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這樣就很穩了喔 加速給他開起來 完全沒問題 結果便青根本就沒有發揮 被我搞死了 好不好 要讓電競發揮 然後 一直讓人家 去被這個黑色帝王打 也是滿可憐的 所以你知道貓戰就是 每一個角色在初級的時候 都會有一定的那個就是 該怎麼說 就是有一定的就是那個 安排的這個出法 噢 這很重要 太好笑了 走起 走起 Los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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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一下 轉一下 來 該死了 該死了 帝王 別再繼續撐了 你該了 你該了 再叫一隻龍弓獸 龍弓獸還是比較穩定 呵呵 便青真的被轟個兩下就夠啊 好慘喔 沒辦法 因為他是對天使敵人耐打 他不是對黑色敵人耐打 而且帝王這種就是 那個蓄力比較久的這種攻擊 通常都還是 滿神的喔 神神的這種感覺 轟爛轟爛 再見再見 好 結束了 升天樹壓 馬殺雞 確實裡面有馬又有雞 好不好 這個 標題取得好 好不好 這個標題確實沒有騙人 他沒有標題詐騙 但是我們的 便青 今天被我們害慘慘了 沒事 讓我們前往下一關 聖天樹壓 馬殺雞 再來 下面一位 花鳥風月大飯店 喔 來了 各位 是那隻 哇 怎麼我們這邊的陣容 好像都是要靠藍眼睛啦 這個 大嘴鳥喔 波動大嘴鳥再加上鴕鳥 覺得那鴕鳥比較 偏尷尬一點點 來 複製一下 複製 然後這邊置換 然後一樣把我們就是那個 錢包聯組先給他帶上 最近真的是覺得這個 不用升錢包是真的很舒服喔 至少我不用就是在為了這個 錢包不足而擔心 然後我可以就是 再看要怎麼把那個 超級貓貓直接給他放出來 我們的 配對永遠都是沒有問題的啦 我們有問題的是 沒錢啦 各位 沒錢比較大問題 好 這兩隻 然後再加上誰 好像要有一個 要有一個那個吧 大嘴鳥的話應該 必須得 初音 或是零浩基吧 先來個初音好了 好不好 初音擋那個 波動 然後再用二人組 董金初音 你在那裡這邊 然後 二人組 畢竟是有那個 畢竟是有我們的古代鴕鳥的 來看一下這樣子可不可以 花鳥風月大飯店 其實我真的不是很喜歡打古代鴕鳥喔 聽到這個聲音我就知道不對了 然後我看到我這個砲我也知道不對了 來不及了 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 哇這貓頭鷹 很硬喔 粗鷹先出 繼續疊二人組 啊 這邊終於知道為什麼要帶波特 要破盾 破盾 波特 快 然後還暫停 然後我們這邊初音只要能扛住就OK吧 嘿嘿 脫鳥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 慢慢再存點錢 喔兩隻 OMG 完了 兩隻好像有點hold不住喔 喔可是貓俠登場 然後初音還在 揍爛他們貓俠 你可以的 你是我的神 那初音掛了 但是目前來說現階段應該不會再出更多的那個 哇靠 應該不會再出更多的那個波動的吧 不是欸來幾隻 OMG 這貓俠拜託你一定要揍死一隻喔 你沒有揍死一隻我們要完蛋了 是說真的喔 真的不開玩笑喔 一定要揍死一隻 Nice 好好欠 這個三星我覺得可能會扛不住欸 這個如果是三星關卡的話 Maybe或許扛不住 但是因為我們連那個誰啊 就是貴矮貓還沒出 好可怕喔 那個 駝鳥三人組是真的會讓我嚇死 但這關明顯的就是 這個貓俠有在做事 然後二人組也是 欸沒問題 貓俠又守護了我們一天好不好 貓俠真的很帥 帥到一個爛掉 大家現在基本上還有在用貓俠了吧 我覺得貓俠真的是 還蠻推薦大家的一隻角色 又帥 而且從一開始以前就是一直都是我們黑暗系列的大獎 好 打完一關沒有問題 那今天晚上我們先先挑戰到這邊啦 我是下輩子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